聯儲局就意識在職 通脹數據到了40年的高危 市場這一刻都消化了一輪之後 都預期加來點減利 不過現在除了留意加息 烏焗勢 中美再次又是成為焦點 外電就說到 中美就俄羅斯和烏克蘭等的問題 就在羅馬進行了一個閉門會議 談了超過六個小時 彭博的報導就說到 雙方就展開一個激烈的交鋒 話題就包括了美方對中俄結盟 以及北京在台海一些行為的關切 話題也包括烏克蘭局勢等等 所以大家其實焦點就很多 都是感覺上就利淡比較多 現在就剛才Vivian也猜 市場共識都是覺得 接下來要加息加0.25 其實剛才都數了這麼多比較利淡的消息 其實Vivian你怎麼評估 美股現在的潛比的走勢看法呢? 你的感覺是否還是偏淡? 還是偏淡的 我想這一輪還是偏淡的 如果是整個環球體 利淡的因素都是不外乎 首先加息收稅 而這裏就是 整個股市如果你說去比 譬如是我們2020年3月那個疫情的大跌 那是否這次一定可以很快重演之前的跌完之後 有個很急劇的反彈 甚至很快就破了之前的頂呢? 我想這一次的難度就是因為 本身上年的情況就是因為有大量投放資金的放水 那現在其實是剛剛相反的行程 現在甚至是要收水 現在這個可能譬如加息可能大家都想是否會消化了 加25個點子應該預期了 但是你加息之後呢 問題是究竟今年要加得多急劇 還有接下來也會再開始縮掉了 那所以這裏就會是一個憂慮 還有在這個情況下市場應該是去年 我們應該上幾次上來 因為去年年底其實已經開始轉向 已經是由成長股那裏開始沽起禮碼 那現在當然倒楣到再厲害了 那就是在一個整個雲工環境 在殺股值的情況之下 那你見到很多美股裏面的股份 很多你說大家都會有前景這樣的企業 其實都會經歷了一些大跌 那有些未必是他們的基本 或者他們的利期出一些業績 其實有些就不是說有什麼問題了 那很主要是整個環境 那就是對一些公司重新估值 那上年年尾很多硬正的大股 其實都下來了 那年頭開始都下得很急的了 那在這個的 其實你看到是全球都是一個 剩下的情況 還有一個人 還有一個人 或者雲工的 我覺得有誓言 為何那些平满 是應該是想說的 有一個人 還是想說的 還是想說的 就是在這間 還想說的 還想說的 但是 那才是永遠 每一個人 你們 你們 感谢观看